所以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郭正亮委員 黃偉翰先生 賴斯堡委員 王玉銘委員 李柏伊議員 拜登要去參觀 台積電的上機的典禮 他Servis6號以前就到了Arizona 到這個廠 然後討論供應鏈的問題 拜登要管供應鏈 將來台積電的問題 不是只有台積電 他的上下游 他整個產業鏈可能都會移走 所以就很多人很擔心 張忠謀跟張淑芬也在晚宴現身了 都到了Arizona這個新廠去 Arizona基本上沙漠地形 原來很便宜 房子 房價什麼都很便宜 但現在可能也會被帶動 另外美歐他們是要合作 建立一個半導體供應鏈的 早期預警機制 夠 不夠 不要這邊缺 那邊缺等等 另外 大陸的環球網說台積電 現在變成美積電 說美國掏空台積的芯片業 就把台積電的半導體掏空了 所以台灣機體電路 變成美國機體電路 因為到了Arizona去 另外白宮怎麼回應 白宮有回應 白宮說台灣是我們持續合作的夥伴 然後在外國企業方面也供應 供應鏈的韌度方面 我們對此始終如一 就不會 我們不會掏空台灣 我們對台灣還是很好的等等 另外當然也有科技專家說 現在變成直球對決 台灣會不會是台積電長期最大的生產基地 還是將來不會 現在是 台灣會不會是台積電長期最先進製程的生產基地 你會把先進製程轉移 現在台積電有的先進 將來美國都有 台灣會不會是台積電最先進技術的研發基地 研發會不會在台灣 在對外投資擴廠的同時 台灣會不會是台積電最長期的全球總部 到底是台灣發號司令 還將來變成Arizona發號司令 他說台積電有責任也有義務 然後跟他的股東 跟他的員工 跟他的客戶 跟他的供應商 都應該講清楚 你到底什麼 你每次都不講 裝神秘 然後講都是講一兩句 好 那麼評論媒體是說台積電到美國 風光開場 現在風光開場 總統都來了 對不對 挑戰才開始 當然 因為新場要開始 萬事起頭難 特別人 能不能 搞了幾百個工程師去帶家選 適不適應 什麼等等 都是讓大家關切的話題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美國場 就是這篇PO文 台積電赴美員工抱怨 台積和美籍員工差別待遇 包括舉家搬遷的緩衝價 台人只有14天 美國員工有21天 更讓台灣員工不滿的是 赴美工作被要求輪班 原因是美國人不輪班 甚至薪資也不滿 差美籍員工一大截 PO文者抱怨 根本是次等奴工 人力銀行分析 600萬台幣年薪大約20萬美元 而年資7年的台籍員工 即使拿兩倍薪 月薪可能就有20萬台幣 再加上分紅和年中 年薪四五百萬 確實跟美籍員工相比 仍有段落差 很多人的目的 可能是綠卡 即使台積電 在美設立3到5奈米廠 國內仍持續投資更先進的 2奈米和1奈米 專家認為 跟流台灣不用過度緊張 至於技術 有沒有可能外移 台積電也不樂見 不平則民 台灣的員工到美國就比了 老美都不加班 為什麼我們要輪班 他待遇還被我們好等等 你不講廢話嗎 都跟他一樣 叫你去幹嘛 他在美國早就好了 叫你去 你當然就是待遇比較低一點 不是早就講了嗎 張聰明不是早就講了 去那邊工資會比較高 而且美國公司 美國工程師不值班 張聰明很早就講了 美國公司不值班 哪像台灣這麼好 所以才要你去 就是這樣 老陳 怎麼看 如果你去美國為了高薪 要享受好的生活 你家就不能帶去 你知道嗎 就好像在台灣的外勞 你外勞有帶整個家庭來台灣的嗎 但是畢竟台積電去美國 半逼半球去了 然後上級的時候總統也來了 這是台積電的光榮 也是台灣的光榮 但是只有這一次 也只有這一家 關鍵就是說 到底是台積電去台化 還是台灣去台積電化 如果是台積電去台化的話 台積電去的是性甘情願的嗎 曾中我講過 有六大困境 其中最簡單最容易了解 就是成本上50% 哪一個公司去了一個地方 成本上50%還很高興去的 所以是被逼迫去的 但是美國為什麼要你去 就是因為美國對台灣的安全 對國安沒有信心了 他真的怕台灣有一天撐不住了 台積電被老共爆去了 毀了 或者是沒有爆也沒有毀 但是封鎖起來供應鏈有問題了 老美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你老美的國安有幫助的 對台灣也一樣有幫助嗎 當然是相反 因為我告訴你 應該總統要坦白的向美國講 就是說台灣不給他上 台海不一定要和平 台灣的這個寶島不能變成廢墟 所以我們的關鍵是什麼 我們要嚇阻 嚇阻有兩種 台積電展現的 就是一種非軍事的嚇阻力量 就台積電重要到 老共要打他有考慮 就是說台積電有事 台灣有事 台灣有事 全球有事 所以阿共要打台積電 稍微亂亂 你現在一步一步 當然開始的時候沒有這個效果 但是久而久之 讓老共覺得說我打台積電打台灣 已經不太有那麼大的懸念的時候 這一塊我覺得我們的總統要向美國說 這一塊你要補上來 我們損失的非軍事的嚇阻力量 你老美要用軍事的嚇阻力量補過來 就是一樣的讓老共不敢打 但是我們少了台積電一部分或全部 你要補 你要補 老美說有 我們賣多少億的武器給你 你要講 你賣給我的 要能夠產生嚇阻力量 不是嚇阻的東西 我們不要 所以這個講清楚 我覺得未來的總統 不管他是藍士律 都應該要有勇氣 跟美國討價還價 你當總統有沒有這個藍士 有沒有這個力量 不用問我 我當然有 來 各位 你要問我 我就羞辱我這樣 我覺得剛剛你在一開始 引述的那一位半導體專家 說台積電應該要設立一些警戒指標 這個是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聽到一些說法 是美國認為高階晶片 就5納米以下 依賴台灣90% 他希望台灣降到50% 這是不是真的 這個他先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台灣沒有錯 我們台灣明年3納米會有第一場 2納米2025年會有第一場 還會有第二場嗎 這個就是人家在擔心的 就是說台灣是不是3納米 你明年會有一場沒有錯 然後2納米2025年會有一場 是不是之後 所有5納米以下的都要在美國 這個就是人家在擔心的部分 你到底要降到多少比例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聽到了 說台積電在台灣的月產能 是110萬片 美國這個只有2萬片 可是110萬片是包括成熟製程 你現在不要這樣算 你現在只算先進製程的 就是5納米跟5納米以下的 現在開始美國第一場5納米 後年可能他就有3納米 這個比例這樣列下來 讓我們有一個感受 說大概到了哪一年的時候 我們會降比降到多少 我覺得這樣子才是 對老百姓所交代 他們這些都很奇怪 這些都不講 不講別的 比如說老美天天講說 什麼2025 2030 2035 勞工會打 勞工也不講話 一句都不講 你說不會就好了 也不講 對不對 老公也不講 老公講說 我不能講 講了台獨 以美謀獨 我是不是要打台灣 我是打少數的台獨分子 對不對 蔡英文不能講說 我們沒有要台獨 我們沒有 我們絕對不會去台獨 法律來台獨 我們都不會 他也不講 然後今天勞美進行 老公如果打台灣 會把台積電炸掉 老公不想說你放心好了 我如果打台灣 我絕對不會炸台積電 保證不打 保證不打台積電 不打故宮 不打這些跟科技文化有關的東西 他也不講 通通不講 大家都不講 台積電也不講 所以我們將來要怎樣 在台灣怎麼佈局 大家都不講 來 OK 這個台積電去美國 我就讓我想到台積電去大陸 這兩個相比較 你就發現有很大不一樣 台積電去大陸 那是經過多少的折磨 政府卡了一卡 二卡 三卡 四卡 五卡 卡了好久好久 最後才給他去上海 上海那個地方 這個松江 這一次來講的話 政府是我們英文叫 很高興的把它送出去 過去來講的話 用這樣的一個角度 我們怕我們的先進科技流出去了 我們怕這個是被掏空了 這些遺歷通通沒有了 通通沒有了 可是你看美國是什麼 美國他之所以說 一直希望你過來 他就是看到一個說 萬一台積電 因為大陸的打台灣 台積電受到威脅 他的晶片的供給有問題 所以美國是純粹從國家的利益 國家的安全來看這個事情 台灣的政府有沒有這樣談 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地方 至於說台積電去美國 會不會造成 他的現在只有看到五奈米 未來三奈米 未來澳奈米 你說成本高什麼之類的 如果美國把它當作一個 戰略的一個層次的話 國安的層次來考慮的話 他給補貼 他補貼他有的是辦法 像原來的川普 他一上來之後也是一樣說 美國企業通常回來 我這裡補貼那個 這裡補貼那個 稅減免這個 減免那個 台灣可以用的這些租稅的誘因 所有的可以用的誘因 那裡都可以用 所以我認為成本是增加50%等等的 這個老實講 如果在美國那邊 確定已經是一個策略的話 他是可以把它做一些調整的 所以我這裡要強調重點 就在於說我們的國家 到底有沒有從國家安全的機制 來看這件事情 還是說我們就是 這個企業的一個行為 企業的勢力擴張 樂見其成 樂見其成 他去哪裡都可以 是這樣嗎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立法院每一次 類似這個問題 比如去大陸一定講 這個技術管制 人才管制 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去 那個不可以去 為什麼去美國 通通可以 去大陸通通不可以 這裡面就很奇怪 其他國家也通通可以 也是有這個技術的外流 也是有人才外流的問題 就是賴委員說 不管誰掏空台灣都不可以 管你是大陸不可以 日本不可以 美國不可以 都不可以 我當然要保留我的核心利益 核心技術在台灣 你們誰都不可以來掏空台灣 去大陸 大陸 你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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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燒